最近有不少买了12代销售机的小伙伴 跟我留言 说他们无法安装最新的版本的PVE 就算安装上了之后 也是不识别核显 或者是无法硬件直通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PVE7.4的内核 默认是5.15的内核 并不能够正确的识别12代的设备 那么无法进入图形化的界面 其实网上已经有很多机灵的小伙伴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旧主机上来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再把它升级到6.2的内核 然后放到12代的设备上运行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先安装PVE的比较低的版本 那么再升级到最新的7.4的版本 这样也是可以的 虽然在金水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小麻烦 那么今天金水就用简单的方法来教大家 如何在12代的小主机上安装PVE 并且实现硬件直通 还有不会的小伙伴呢 马上点赞收藏 那建议大家要耐心的看完 那不要跳过重要的部分 好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官网下载好7.4的固件 下载这个过程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准备好PVE的固件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启动盘里 那PVE的启动盘呢 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在这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而启动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到PVE的启动界面 我们这里选择安装 之后呢 大概率大家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卡到这也不动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几行代码 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需要输入这一段命令 我们要使用VI的编辑器 来编辑这个配置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onfig文件 是X11服务的 最主要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里面存储了图形设备 分辨率以及颜色等处理信息 那么网上也有一些教程呢 是使用nano的编辑器 那么也是可以的 具体的nano跟VI的区别呢 我在这就不赘述了 那有想了解的小伙伴呢 可以站顶先看一下 好 我们打开之后呢 需要添加一个描述文件 我们要按键盘上的I键 进入编辑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我们要来到下面 添加这三条代码 那这里呢 我们是需要增加一个 对显卡的描述文件 之后呢 封口 对 这条命令是用来封口了 在这大家需要注意啊 一定要按我的这个格式 对齐 输完命令之后呢 大家检查一下 千万不要翘错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ESC 退出编辑模式 按冒号 WQ 保存退出 之后呢 我们还要在命令行 输入这样一行命令 这样呢 可以开启Xvindle 进入我们的图形化的 安装界面 好 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PVE的图形化的 安装界面 就已经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走标准的PVE的安装程序了 首先呢 我们在这儿要按下一步 规刀这里呢 我们选择中国 密码这里呢 大家可以自定义 最好呢 是首字母大写 Jerry呢 可以加一个标点符号 那邮箱这里呢 建议大家还是用真实的邮箱 好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管理网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建议大家选择第一个网口 或者是最后一个网口 这样比较方便记忆 那这个网址呢 大家也可以自定义 那么如果实在没有呢 可以随便写一个 那这里的IP地址呢 就是我们将要访问它的后台地址 那么建议写254 或者是其他 你觉得比较豪积的IP地址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的网关跟DNS呢 建议填你主路由的地址 或者是你将来需要设置成主路由的地址 好 那么下一步 我们检查核对一下 这些信息都填的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一步进行安装 安装这里就快进一下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重启 在重启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需要拔掉我们的U盘 或者是你到你的BIOS里面 设置一下硬盘启动 好 我们现在已经启动完成了 我们来到我们的浏览器 敲入你的后台地址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WebUI的界面了 已经打开了PVE 我们找到Shar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核版本 现在我们的内核版本是5.15 作为5.15的核心版本呢 是无法识别出我们的核显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没有办法识别到核显的 首先呢 我们要把之前的原先备份一下 用这双命令先备份 备份完成之后呢 我们用Nano命令打开这个文件 编辑一下 那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前面 加一个警号 把它注视掉 不用它 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国内的原进行替换 这里面有中科大的原 还有阿里的原 还有清华的原 目前金水这边使用的清华的原 会相对好用一些 当然你也可以尝试 如果清华的原 对你来说不合适 或者速度很慢的话 你可以尝试换阿里 或者是中科大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把这些放到这里 那这些内容呢 将来我也会形成文本 有需要的小伙伴呢 可以到微信群 或者站内私信找我 好 我们按Ctrl X 按Y 退出 好 这样呢 我们的原就已经换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换企业园 由于企业园呢 是需要订阅的 订阅的话是要交钱的 现在我们同样 要备份一下企业的园 同样呢 我们使用Nano命令 进行备份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用警号注释掉 这里呢 我们一样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那我这里呢 还是选择使用轻滑的源 Ctrl X Y 确定 完成之后呢 我们更新一下系统内核 这里肯定会花一些时间 这要跟你的网速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里呢 就比较耽误时间了 我在这呢 给大家稍微快进一下 好 大家看到这里呢 就已经更新完成了 更新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备份一下 APL info 同样 我们使用这条命令 OK 那接着我们要把XLC的源 也换一下 同样 我们这里呢 使用的是清华大学的源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服务 之后呢 才能生效 OK 现在已经重启了 我们刷新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升级内核 我们使用这条命令 同样呢 这个速度呢 也跟你的网络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耐心稍微等一下 OK 大家看到这儿呢 就已经更新完成了 我们重启一下 大家可以在这里按重启 或者是在这里 敲reboot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已经重启完成了 我们继续找到Share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内核版本 已经升级到6.2的版本 现在呢 我们再看一下核线 大家可以看到 核线就被正常的驱动了 好 核线直通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始做硬件直通 首先呢 我们还是使用nano命令 PVE默认呢 是没有开启直通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 加上一些代码 我们把光标移动到这里 空格 延贴 这里呢 就是我们需要开启 Intel的硬件直通 那么如果你是AMD的设备 那么在这儿呢 需要改成AMD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内容呢 我会放到屏幕上 大家有需要呢 可以看一下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同样 Ctrl X Y 退出 打开Intel的硬件直通之后呢 我们需要增加一些条目 要指定哪些设备 我们需要直通 这些呢 就是我们软路由和虚拟机 经常用的一些直通的方案 好 填件完成之后呢 我们保存 退出 退出 退出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更新一下 好 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更新的条目 也再更新一下 好 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直通是否成功 我们使用这条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出现了很多条的PCIe设备 这样呢就说明我们成功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的虚拟机 找到硬件 找到添加 选择PCIe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这一条英文呢 就已经消失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下来 这下面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网卡 那第一个呢 是我们作为管理口的 我们需要把下面三个呢 都进行直通 好 相信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都已经学会了 如何在12代的设备上呢 安装PVE了 那么PVE的内容呢 金水后续会做成一个系列 那有哪些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的呢 可以在视频的评定区 给大家留言或者是互动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说到这里 那希望可以在你安装小主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想要了解相关产品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去我的小店看一看 12代的小主机呢 均以上价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对你有所帮助呢 麻烦大家给三连 或者是转发给需要的小伙伴 YouTube的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 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生意呢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